戴米摩爾和布魯斯威利斯是完美的一對 他們擁有一切、名望、財富 以及對彼此似乎超越時間本身的心愛 他們形影不離,他們的粉絲崇拜他們 但他們完美的世界即將被顛覆 一天,在世界偏遠地區的浪漫假期中 他們偶然發現了一件奇怪的神器 一種似乎充滿能量的發光水晶 想也沒想,兩人同時觸碰到了水晶 頓時一切都變了 他們被傳送到一個陌生的外星世界 一個超乎他們想像的地方 當他們探索這個新世界時 他們很快意識到他們平不孤單 這裏環有其他人 他們擁有不可思議的力量和智慧 他們歡迎戴米和布魯斯解釋 雪水晶把他們帶到這裏是有原因的 外星人向他們展示了令人難以自信的景象和聲音 評教給他們超出他們最瘋狂夢想的事情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 代米和布魯斯開始注意到有些事情不太對勁 他們已經為這場戰爭打了億萬年 並且迫切需要盟友 代米和布魯斯知道他們必須做雜摩 他們將利用自己的知識和技能幫助外星人打敗敵人 代米和布魯斯拼肩作戰 他們對彼此的愛和奉獻推動著他們前進 他們面臨難以自信的挑戰和令人生畏的敵人 但他們從未動搖過 最終他們的勇敢和犧牲拯救了宇宙 被外星人和所有他們拯救過的人譽為英雄 他們回到地球 因不可思議的冒險而永遠改變 但仍然深深相愛 他們在外星世界的時光鞏固了他們的聯繫 他們知道再也沒有雜摩能把他們分開 他們找到了新的人生目標 一個更偉大的使命 他們將永遠共同面對宇宙 趴給他們的一切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